您是哪儿人呢 怎么会到这儿来做生意呢 老家记不得了 小时候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 后来随父母去了南洋 南洋 南洋可是个好地方啊 热闹又繁华 老板娘怎么会想到 来这个小地方开店做生意呢 只怪我命苦啊 傅家一死 没能留下个子嗣 任人欺负 只有回到原来的地方 找个清静 真是一模一样 太香了 神情欲悸都香 这是我那个妹妹 已经过世十九年了 刚才乍一看 还以为她死而复生了呢 看得出来 太太是个重感情的人 这世界上有多少人 都期盼着自己死去的亲人 能够活过来 我也舍不得我们家老爷啊 还没请问太太贵姓呢 我姓龙 提起我们龙家呀 方圆数百里 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觉得咱们俩也是缘分 不如做个姐妹 那可太好了 今天晚上我在洪光楼 宴请新晋节时的一些乡里 不知龙太太龙小姐 肯不肯闪光啊 我认为张谷 不认为张姓 你打倒你 有趣吗 他认为你 不认为那些乡里 那我们现在没有转绝 好 你手里的手里 下一点 我不认为你 能够的东西 我倒是有一块地还闲着 你去看看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你就留下来 不合适就当是给我出个主意 看做什么生意好 那我就改天跟您走一趟 择日不如撞日 这就走 今天我这店里还有客人呢 让他们招呼就行了 连生啊 大娘出去忙一会儿啊 你在这儿仔细选选吧 来 来 扶老板要上车 万老板 请请 大奶奶 走了 走吧 快 扶老板 小姐 你怎么吃不喝呢 什么 你再仔细说一遍 万政你说的 把寒冷的进去 那七个人都约到了温泉山庄 你是说突然着火了 好大的火 我眼睁睁看着那七个人 被困在房子里 我没敢救 那不正好吗 省得咱们分口了吧 事情根本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平月 我知道事情有些蹊跷 可我也知道 这七个人死了正好 只有这七个人知道这件事 知道方许翁一家 是替咱们家去死的 只要这七个人死了 咱们家老小就能活得踏实 平月 我们要做得彻底一点 一不做二不休 现在我们眼下 就只剩下心儿一个了 他 他能做什么 他不能怎么样 可是他还有一个儿子 幸亏我今天在法场上遇见了他 把他带到咱们的府上 到时候 咱们就把他往朝廷移送 展造处根 去吧 谁 来人哪 来人哪 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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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吧 好啊 好啊 就是这儿了 这是一块坟地啊 龙太太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坟地怎么开服装店啊 老板娘 真不好意思 我跟你撒了个谎 我是怕您不跟我走这一趟 我听说南洋回来的都会看风水啊 南洋人是非常讲风水的 那你帮我看看这块地 风水好不好啊 我只懂一些皮毛 不过 这一块应该算是风水宝地 这前面有水 后面有山 这是块真正的风水宝地 是吗 老板娘 真是见过世面 不过这块地 最适合做坟地了 在这儿安息的人 子孙一定非常兴旺 哦 那 如果这块 不做坟地 做洋宅呢 做洋宅也好啊 做洋宅也好啊 虽然挨着坟地 但是坟地在洋宅的右靠 也是非常吉利的 哦 那您的意思是说 就在这一块地方 大门就设在这儿了 是吗 是 三二 还等什么 来 安隆太太 您这是 做个记号啊 您不是说这块地好吗 那大门当然开在这儿了 快动手啊 龙太太 挖坟掘墓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啊 这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我爱干嘛就干嘛 再说 埋在这儿的人 跟我有仇 刨了他的坟也不算什么 动手 好 来 快 是 把这儿都缠了 豹 他有仇 我会在这儿了 你才有仇 有仇 有仇 最后是 你就铲一两铲子呀 来 老板娘 不愿意呀 既然龙太太您看得起我 我就帮您这个忙 不过请您让一下 我怕伤到您 你们要干什么 都给我抓起来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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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少奶奶 坚持一下 来 在这儿呢 带走 不要 动手 是 我和他聊了很久 可是他没露出一点破绽 也许他真的只是长得像罢了 不对 那声音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当然我也希望不是星儿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 要么他就忘了过去所有的一切 要么她是演得太好了 二爷 不管她是不是星儿 咱们还是把她 就算她是星儿在跟我们演戏 又能拿龙家怎么样呢 当年那个孩子没了下落 难道她可能报仇吗 如果她不是星儿 那就是错杀无辜 罪孽更深重 这又何必呢 这又是个人 你还能够在我身上 你还能够在我身上 我已经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了 二爷 你应该还记得 当年那场大火吧 为了隐瞒朝廷真相 咱们买通了那七个人 把死罪降在了方绪翁的身上 可是后来以防万亿 你还是把他们七个人 带到了温泉山庄 那场大火 你为什么提这事 那场大火已经带走了 所有的秘密 你还怕什么 不过 宁可错杀一万 不能独留一个 不行 咱没有确定万贵兰 是不是行而之前 你我都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 是二爷 二爷 大奶奶 怎么样啊 钉梢子带话来了 那个姓万的老板回店没多久 就直接去洪光楼应酬客人去了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行动 没事了 下去吧 继续盯着 您放心吧 但愿那不是真的馨儿 如果是真的 我又要开始忙了 不认识 要走 快开门 快开门 徐王 我是新儿 我回来了 别怪我 龙家人在刁难 再怀疑 我也不能露出任何的破绽 这样 我才能在这 扎下根来 徐王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你在天保佑 保佑我找的那个 剑走我们孩子的大夫 保佑我找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母子俩 一起替你报仇 那天保佑我 有没有 记得 我还不记得 我只是想说 在这一条都要 我正想说 你必须要么 是吗 怪不得您看起来一脸的喜气 恭喜啊 周太太跟您打听一下 这镇上有没有好大夫啊 老板娘哪里不舒服啊 老毛病了 睡不好觉 要说论气派呢 当然是到龙家的基善堂看 他们家呀 听说以前是给皇上看病的 不过如今 你要是不在乎气派 就到关大夫那边去看 关大夫 他多大年纪 有没有儿子啊 您这是挑大夫呢 还是想当媒人呢 我只是随便问问 关大夫啊 四十来岁 有个儿子 小关大夫 那医术 听说比他爹还好 真是后继有人哪 那孩子的娘是 这我可不太清楚 没见过小关大夫的娘 还真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去 周太太 您能不能告诉我 关大夫家住在哪啊 你只要打听关家医馆 没有人不认识的 不过 最近没人敢去关家看病啊 为什么 他们不是医术很好吗 没人敢得罪龙家 前阵子 关家医馆出大事了 和龙家闹得沸沸扬扬 全阵的人都知道 出了什么事啊 那龙家小姐和小关大夫啊 定了亲 小关大夫在婚礼当天呀 毁婚 老关大夫从关家 一路磕头磕到龙家 小关大夫被龙家人 打了个半死 请问 现在还看病吗 我儿子不在家 上山采药去了 还没回来 没关系的 我可以等一等 那请太太里面等吧 请 太太请坐 请喝水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听镇子上的人说 关家一共有两位 看病的大夫 您的儿子上山采药了 那您的孙子呢 真不好意思 我孙子也不在家 请问太太哪里不舒服啊 老毛病了 睡不好觉 想开个方子调理一下 请坐吧 老太太 您家祖辈都是这个镇子上的人吗 是啊 那跟您打听件事 您知道十九年前 这镇上有一家人 收养了一名男婴吗 这 这还没听说过 你知道啊 太太 我们这镇子小 最怕的就是是非 尤其是我们这种行医开馆的人啊 人来人往的最怕闲话 太太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的一个朋友 十九年前呢 就在这附近坠下了山崖 弄丢了墙堡中的孩子 他临死的时候 托我给他打听一下 他只想知道 这孩子是不是还活着 过得好不好 我也好到他坟前告诉他一声 让他放心 这 这还真没听说过 他说 当时他醒来的时候 看见一位上山采药的郎中 将孩子抱走了 当时他伤得太重了 所以他喊不出声音来 太太 这每天上山采药的郎中多了 他怎么认得出是哪位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附近的郎中我都打听过了 家里有十九岁孩子的 就只有您这儿了 太太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求求您了 您跟我说实话吧 关大夫十九年前 是不是收养了一名男婴啊 太太呀 太太呀 我们今天初次见面 您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是不是有点 不错 我家孙子是十九岁 可是对面李郎中那个儿子 他去年要不被淹死 也是跟我后谱一样大 也是十九岁呀 太太 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 我可以告诉你 后谱是我官家的独名 他就要是一名男婴子 他身上流的是我们官家的血 太太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不过你要打听的这个人 我们官家医馆从来没听说过 是吗 我可以拿我这条老命保证 从来没听说过 太太 请回吧 我可以在这儿等他们回来 见他们一面 太太 你还是先回吧 你看见了我们官家医馆 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你去找你该找的人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请回吧 对不起啊 打扰了 您慢走 都怕不怕 都怕不怕 zrob于是破灾了 非常容易 我们不怕 现在我们大冒险 香港人在那儿 你的女友 他还在不在人世 他有没有在这个镇上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我 保佑我们不自重逢 为你报仇雪之 是你呀 乖乖 娘 怎么了 阿日啊 刚才医馆里来了个太太 看那个穿着像个有钱人 她还在这儿 可他一进医馆就打听 问十九年前 是不是收养了一个男婴 那后来呢 他说 是替一个故去的朋友打听的 我一口咬定说不知道 儿啊 我这心里慌急了 你说这 这要是这 你倒是说句话 他以后再找来我们怎么办呢 这是天意 如果他真是来找后仆的 我们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了 你是说 就告诉他 后仆和我们官家没有血脉关系 后仆不是抹官家亲生的 你给我记好了 我到死的那一天都会说 后仆就是我们官家的后代 后仆就是我的亲孙子 是你的亲儿子 可是娘 好了 你如果 还把我这个当娘的看在眼里 你就自己决定吧 娘 那我这个事 他自己的邮国 他在家里面 他在家里面 他要调 era 沈子,二叔,只要完成学业,回乡报答沈子和二叔 我去实习吧,我来连着英子上的他语言,都是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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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去实习绿审人,是学业,我说,我真的不是学业,你的学业,我 deleg业,是不得了,语言,我不是, 对了 你不是说下个月才回来吗 本来是过一段时间才回来的 但是学校提早结束了课程 我就搭乘了第二天 从南洋回来的商船 俊杰啊 沈子从小把你送到国外 为的是希望你能够独立 能够有出息 你不会怪沈子吧 沈子说到哪儿的话 我从小没爹没娘 多亏沈子和二叔的照顾 我心里感激不尽 那就好 坐坐 男人嘛 在外面闯闯也是好的 武生啊 就是太恋家了 什么恋家呀 根本就是恨家 他哪儿像俊杰呀 要不是我拖着他 他早就没影 不得了 沈子 武生是为了接管龙家的家产 想在沈子和二叔面前好好学习 对了 你在信里说 回来以后想找个世作 是不是 是 我在南洋学商科 就是为了回来助沈子和二叔一臂之力 这话还说得太早 以后再说吧 其实我和你沈子商量过了 去姬善堂你最合适 你和武生都是年轻人 比较好交流 你看怎么样 行 那阿叔 沈子 我这就去姬善堂找武生 不急 你刚刚回来休息一下 明天再去吧 没事的 他们兄弟很多年没见面 自然想念得很 小三儿 带侄少爷到房间去安顿好 然后送侄少爷到姬善堂见少爷 好 放心吧 大奶奶 皇后少爷 咱们走吧 沈子 二叔 那我就先过去了 好 三儿 你想把东西送到我房间里 好 好 爹 娘 你们等等俊杰 等等俊杰 这水怎么这么浅 这么浅 这么浅 我又回来了 当年要不是龙家冷漠不清 我皇甫家何至于家破人亡 落到寄人篱下的天地 十年来我寒心辱 忍辱负重 我一定会把我失去的夺回来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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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快 走吧 漂亮了吗 漂亮有什么用啊 行了 别说这些无聊的话了 我说真的 我在南洋读书的时候 天天都想着你 这话听着真吓人 行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连生 我给你带礼物了 谢谢了 我一会儿给你送到房间里 怎么了 不知怎么回事 最近总觉得胸口气闷 气上不来 日子过得真累啊 你是从来都不说丧气话的 今儿是怎么了 自从那个女人出现了以后 我就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 不是一直都有人在监视她吗 如果事情真要发生的话 该来的也挡不住啊 你没事 这两天进账怎么这么少 火烤及一封 Ende XXXXXX的 王子周的带战 我能不通过 我尊重才能带着 太多重了 我尊重的正常 行了行了 以前我二书馆战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过 怎么一到我手里 就成这个样子 再加上药材的损耗 恐怕要亏本了 这可是头一次亏本 我怎么跟我娘交代啊 少爷 听说是官家那小子捣的鬼 官家 是谁啊 听说官家那小子 带着一帮穷酸上山任药 还教他们自己挖草药 你说什么 那帮人有个伤风感冒 拉肚子割破了手什么的 都不用找大夫 自己就解决了 谁还上咱们这儿来啊 那他这么做 岂不是自断收入吗 他一个穷酸 吃康宴菜也可以过一天哪 少爷 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季善堂 多少年来都没亏过本的 咱们不能输在那个穷酸手里呀 季善堂 不用客气 أنฆ 呸 俊杰 你提借回来了 我这一回来就来看你了 我给你带了礼物 看看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洋装 洋装 你叫我穿这个 现在流行穿洋装 不流行穿马褂的 好看 我怕我穿不习惯 穿穿就习惯了 相信我 穿上你就觉得好看了吗 好吧 那谢谢了 客气了 怎么没什么生意啊 看病的人哪准的 伙计 倒杯茶给皇府少爷 好 大少爷 别再瞒我了 是不是连生非要嫁的那个小子捣的鬼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路上三是跟我说的 我这种小人物 得进什么庙 烧什么香 尤其是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连生 我 我觉得连生 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 皇府少爷 来 喝茶 总之 一言难见 吴声啊 我皇府俊杰回来了 以后有什么难题 就跟我说 我帮你办 不许多 怎么也没办 你知道 你干什么 我觉得别难 我给你了 我还肯定去 你不值得 我一定会 你不值得 我还肯定去 我那个 我同学 行 去鸡膳堂 快看 农家鸡膳堂有新药卖的 好多人都在买 是啊 听说这药特管用啊 这药是什么不买 不包之外 这药也超多了 是啊 太好了 买到了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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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好 稍等稍等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稍等一下 静齐 快来帮我忙 你帮着分药 十颗龙丹一包 这位老哥 您要几包 我要八包龙丹 对不住 一个人最多只能四包 您来四包吧 我给钱我不赖账 我家里还有人等着要吃呢 我知道老婆 我们七善堂一天做的药是有限的 您一个人买走了 其他人怎么办 就来四包 那就六包好了 六包 六包 真的不行 老婆 那就五包 五包 最多就四包 您看您来四包好吧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老哥 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我跟你说 这个姬善堂的龙丹啊 作用好得很 我爹啊 他胃不好 精神不佳 才值了两次 现在胃也好了 精神也好了 我跟你说 现在我都想吃两克了 俊杰 什么是龙丹 咱们姬善堂新研制的药 新研制的药 什么时候研制的 大少爷 你就别管了 这个药是咱们龙家新研究出来的 我特意找审次药的 能治什么病 百病都能治 是啊 所谓百病都能治 是啊 所谓百病都能治 就是管保让人们能吃能睡 武圣 你不是不喜欢生意吗 这种事你就交给我 真的 我的我的干 您要四包去吧 好好好 一个一个来啊 别挤别挤 这是您的 拿好啊 您先忙吧 我来应付 对啊 都有都有 好吧 稍等一下 快点啊 您的四包 你一个来啊 对啊 都有都有 都有啊 各位乡亲 快点快点 各位乡亲 各位乡亲 今天药已经没了 明天再来 皇府少爷 我排半天了 就是啊 你们等了半天了 好 对不住各位了 各位请回吧 明天再来 哎呀 既然是这样 明天一大早 我就在门口等着 一定要买到龙丹 早一天吃 比晚一天吃好嘛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谢谢谢谢 请回吧 请回吧 谢谢大家啊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明天来明天来 一定要买 这么好的要 哎 皇府少爷 咱们今天 赚了往日好几天的钱啊 要我看 如果每天再多卖点 那还能赚更多的钱啊 你懂什么呀 这东西多了 就不值钱了 越是东西少 他们就越舍得花钱买 明白吗 皇府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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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办得不错吧 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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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皇府少爷 是吧 谢谢少爷 是吧 谢谢少爷 皇府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那些人 以后该你说的话你就说 不该你说的话你就给我闭嘴